大家好,您现在收看的是来自六度世界聊天区的内容 视野,说 2023年全球电动汽车市场市场份额 美国特斯拉19.9% 中国BYD17.1% 中国GACIM5.2% 中国SICGM504.9% 德国大众汽车4.6% 德国宝马3.6% 韩国现代2.9% 德国梅塞德斯奔驰2.6% 中国豪克2.3% 韩国企亚2.0% 甜点,说 老和这个全球市场份额说服力很弱 BYD,ION都是本地政府扶持用车 以后除了中国外的市场份额就有效 虽说现在还很难判断电动车日本落伍 但至少在油车混动领先优势很大时 利润裁员滚滚时是大意还是战略失误还是安于利润 Goodentalk 0000说 别的国家就不扶持了 竞争不过就竞争不过 别搞这些下三烂 不是他们玩不了电动车基础配套服务 他们跟不上 甜点,说 一般大众在新事物出现时 判断力很弱的 几年前电动车刚上路时 我和拍档有过小探讨 他说电动车技术含量不高 他的观点就是 每一两年就这么多品牌上来 哪有什么技术 Goodentalk 0000说 没有广大市场的检验 哪里有技术革命 甜点,说 也是现在智能时代 智能汽车只有在电动车上 才能完成技术创新 也算年轻一代人 对老一代的替代吧 Simon 说 你觉得定价多少金 甜点,说 转一个行内人 作为一名地产人 因为工作关系 过去12年 接触过广东大多数头部开发商 永远相信房价不会跌 永远相信房子会好卖 永远相信明天会更好 在这个假设前提下 开发商拿地成本可以透支未来五年的房价 地方政府 银行 包括你我 都在用实际行动 用钱支撑着开发商去滚动下一个项目 2018年 欲亮能喊出活下去 万科却到今天地步 只能说是有良心 但言行不一了 现在万科存货8000多亿 未来两年销售继续下降的话 那就无解了 我觉得雷布斯冒着一世英明的风险 Simon说 这道也不绝对 油电深度混合 可能是电动终极时代来临之前 市场主流 甜点 说 那是 如果我一定要买 也会买油电混合 Goodentalk0000说 以后说不定智能汽车都不用了 出门都是空中小巴士 快捷 便利 Simon说 纯电车遭遇瓶颈 直接影响芯片行业 一辆纯电车的芯片用量 是油车的一位 甜点 说 好像深圳开始营运了 Goodentalk0000说 不是那种 两种概念的东西 是架设在真空管道里的飞行体 甜点 说 记得要2000多个芯片 Simon说 刚开始是运行 还早得很 打模型的应用 很可能给自动驾驶带来突破 Huan GXA-Nui说 只要不是芯片这种超级复杂的东西 国内晚起国家资本主义 是无敌的 阿加维隆说 特斯拉不来中国之前 造电动车都很复杂 美国二月通胀率3.2% 通胀超预期了 Goodentalk0000说 别把芯片想象的有多神秘 高端 复杂 我虽不懂 但现在中国科研条件 总比解放初期 强千倍不止吧 天下无难事 只怕有新人 中国一定可以 最多5-8年突破封锁 凭美国的尿性 估计后面要制裁中国芯片了 笑容可具 阿加维隆说 只要多下功夫 天天磨 铁棒也能磨成芯片 师爷 说 说美国强大 继续老大没有问题 我反对的用 如日中天 问题不大 美国各种数据多 需要细思量 从现实情况看 阿加维隆说 小超 百分之零点一 师爷 说 生活成本上升 实在太快 物价未陷下来 甜点 说 数据降 但现实生活 就是没感觉 阿加维隆 说 二月平均时薪 增速放缓 百分之零点一 劳动力参与率 均保持在 百分之六十二点五 而总体失业率 则小幅上升至 百分之三点九 海牙 说 有朋友这几天 从中国来北欧 开会的感受 反倒北欧以及瑞士 以前物价 比其他地方 搞一个档次 这次我去瑞士 感觉其实也没 比其他地方 贵多少了 以前17年出差 荷兰一瓶 500毫升可乐商店 1.2-1.5大超市 还能买到1.5两升的 当时西班牙 同样500毫升才油 后来同一个行程 去了丹麦 一瓶纯水 20人民币 饮料25 当时觉得贵得离谱 现在 荷兰的500毫升可乐 已经涨到三欧 骷髅标志 然后瑞士 丹麦 还是25人民币左右 Huanji Xenery说 是总会弄出来的 我感觉芯片 就和之前苏联的太空战一样 是陷阱来的 国内似乎也感觉到了 不像原来那样 随手就弄个万亿 想解决 这种高精尖制造 是急不来的 也不用急 台湾在没被限制的情况下 都需要20年 搞出个台积电 Guten Talk 0000说 一窝蜂的权上 浪费资源 财力 人力 可能还适得其反 统筹调赌 合理竞争吧 台湾能跟大陆比吗 可以说是大陆自己放弃了芯片产业 造不如买 是当时的流行病 当时的财力 人力有限 但你有没有 跟你用不用 是两回事 美国现在 就是逼中国 要自己要 师爷 说 发在思想先驱报 俱乐部的内容 去年 我判断 人工智能竞争 美中 不会拉开差距 早些天 我做了改变 中国 有可能 超过美国 甜点 说 且看且珍惜 等待海牙豆腐来气您 呲牙咧嘴的笑 套我朋友的话 不让你学你就不懂 就追不上我 师爷 说 来气 来回气 海牙 说 拖拉机 超飞机 从硬件到算法都卡得死死的 应用做得再好 也是给别人做嫁衣 甜点 说 我还是相信美国创新 然后眼睁睁看到 中国应用商业化 麻婆豆腐 说 等固态电池 海牙 说 中国商业化会做得不错 不过只能赚中国人的钱 以后是两套AI 跟现在的墙内墙外一样 甜点 说 泼出的水收不回了 呲牙咧嘴的笑 麻婆豆腐 说 销售不会上升 除非预期变回去 这是不太可能发生的 甜点 说 然后两堵墙有个门 按门 麻婆豆腐 说 中国物价也没下来呀 小时候五分钱一根丁棒 现在多少钱 涨上去就下不来 要看增长率 Guten Talk 0000说 蔬菜比肉贵 现在人都不怎么吃肉了 抢着吃菜 笑容可拘 师爷 说 对中国股市的判断告一段落 再来挑战人工智能 Guten Talk 0000说 AI需要大量的人工场景 数据训练 完善 美国没有这个条件 麻婆豆腐 说 罗马 路透社 一家意大利公司 在现有铁路轨道上 进行了首次磁悬浮 磁悬浮 运输测测试 随着该行业寻求更高效的系统 该技术有可能降低成本和能源使用 总部位于意大利北部城镇 特雷维索的高科技公司 AirLife周二 在威尼托大区的 Litexpo 2024 贸易展览会上 展示了一段测试视频 录像显示 一辆一吨重的圆形车 以70公里 小时 43英里 小时 和速度 在威尼斯腹地 两公里长的线路上行驶 磁悬浮列车 创造了一个空气垫 将车辆与轨道物理隔离开来 从而减少摩擦 噪音和震动 由于没有摩擦 可以大大降低车辆和基础设施的能耗和维护成本 我们的一些竞争对手 已经在为容纳磁悬浮车辆而建造的特定轨道上进行了测试 我们已经证明我们的车辆可以悬浮在现有的轨道上 Iron Life董事长 Iron Life董事长 Irano Girato 告诉路透社 师爷 说 我发一颗卫星 人工智能的下一波创新 可能在 Goodentalk 0000说 生物科技 还是智能手机 军事领域 甜点 说 对股市我跟您接近 您说大事宏观 我关注微观行业企业 不长没天理 呲牙咧嘴的笑 虽然企业有焦虑 不安 有恐慌 但一定有交代的 海牙 说 这才长了几天 就没天理了 甜点 说 您是说大的 我是说小的 小的已经挡不住了 Scar Wong说 人工智能的下一波创新 可能在哪个领域啊 老河故意不说 甜点 说 现场直播航母航行 马上上两颗 一颗老河的 海牙 说 互联网应用端创新 师爷 说 刚刚在华论讲了工会的功效 造船业与钢铁业 根据Excel审查的一份文字记录 在接受罗伯特胡尔 Roberth 长达五小时的采访中 拜登多次混淆了日期 国家和重大事件的时间线 包括他儿子博去世 和特朗普当选的年份 斯科夫网说 看来 糊涂了 该休息了 师爷 说 美国联合航空公司 已告知波音公司 停止为该公司制造737MAF 石喷射机 而选择改用较小的型号 和竞争对手空中巴士 SCA321 直到这家美国飞机制造商 能够透过其拖延已久的认证 来拉长单通道飞机 腾波 程大厨 说 靠 里面只有小红书 我手机上有装 海牙 说 那你属于艺书通吃了 程大厨 说 拍这电影的也是人才 明哲 说 大家都用微信 五十步笑百步 Goodentalk0000说 基于目前中美两国的综合国力 科技实力 和投资情况等因素 如果必须做出选择 我认为在人工智能领域 未来可能会取得领先地位的国家 是中国 中国在人工智能领域 一直保持高速发展 政府积极支持人工智能技术 研究与应用 在AI硬体 软体开发等方面 投入巨大资源 此外 中国拥有庞大的人口优势 和数据资源 这使其在机器学习和深度学习等领域 具有潜在优势 虽然美国 在过去几十年 一直是科技领域的主要推动者 但随着中国对人工智能领域的重视和投资 中国有望成为全球人工智能创新 和应用的重要力量 并在未来取得领先地位 当然 这只是基于现有情况的一种推测 实际结果仍需等待未来的发展来验证 洗机而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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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I说的 明哲 说 行政管理 人工智能想发展 先让政府成为客户先买单 Guten Talk 0000说 我先问问AI 看看是什么 明哲 说 中美亦然 Guten Talk 0000说 人工智能领域的下一步创新 可能会围绕着自我学习和自主决策展开 这包括强化机器学习模型的自我学习能力 让系统能够更好地理解和适应新情况 同时 加强人工智能系统 做出自主决策的能力 使其在复杂环境中 能够更灵活 高效地应对挑战 这些方面的创新 有望进一步推动人工智能技术的发展 并为未来带来更多崭新应用和可能性 明哲 说 还是你发得对 我想的都是基于应用 Guten Talk 0000说 商用机器人 明哲 说 下一波 AI决策 Guten Talk 0000说 特别是军事领域 明哲 说 各类需要决策的模拟 Fly 100说 我猜老何会说人型机器人 我对现在大语言模型的想法是 它不会是Agri Agri本身的也没科学定义 玄学概念 但是会非常有应用价值 会产生一个以大语言模型为中心的产业 这个产业还没真正开始 一个模型如果是走向产品化 那中国的一些芯片是能够应付的 因为涉及的算子就那么多 中国芯片比较缺乏的是更加灵活的支持研究型的模型 主要是因为没有Cuda这样的软件体系 明哲 说 人型机器人基于AI的什么 物理世界的推理已经是Sora所展示的能力了 接下来是发展 基于物理世界的模拟已经通过图像展示 也许你说的也对 就是基于科学原理的模拟 Fly100说 人型机器人取代工业专用的机器人 通过AI学习不同的任务 这个就像大语言模型 几乎可以替代所有专用模型 明哲 说 而且人家大厨的小红书 明显是用来看上海的网红店和网红商圈的 Fly100说 大语言模型证明了通用模型的价值 远超过那种集合了很多专用模型的系统 之前业界还在调各个专用模型 明哲 说 通用大模型是基础 专用大模型是生态 马尤布兰一说 看看他与当年诗和远方的距离 愤青鲁迅和温文的胡适 都不会有那副模样 包括徐志摩 Sori 眼角含笑 Fly100说 Track成功后 所有在做AI的公司的方向应该都变了 基于大模型的专用模型 做法也和之前很不一样了 简单讲就是成本时间和效果都大大增强 马尤布兰一说 HTTPS MP Voxen QQ.com 后面的留言有趣思考的脸 在哪里看到IBM终极裁员80% 明哲 说 这块确实不太懂 但是用通用大模型做专用大模型 相当于之前工业革命用机器制造机器的概念吧 既然大模型可以模拟人类 它应该可以模仿创造大模型自己 Fly100说 估计就是六博士在做的事情吧 在大模型基础上 训练成为六度的员工 叶青 说 中国首个空间太阳能电站实验基地项目 在重庆碧山启动 重庆市碧山区人民政府 重庆大学 中国空间技术研究院西安分院 西安电子科技大学 六日在重庆碧山区 签署合作协议 标志着中国首个空间太阳能电站实验基地建设项目 正式启动 由重庆市碧山区人民政府 重庆大学 前学森空间技术实验室联合主办的 空间太阳能电站技术 继第三届重庆军民深度融合产业发展交流会 当天在重庆碧山区举行 前述四家单位 在会上联合签署了合作协议 重庆军民融合协同 创新研究院副院长 重庆大学先进技术研究院院长谢更新介绍称 空间太阳能电站实验基地建设项目 以空间能源技术发展前沿为引导 开展微波输能 测控与通信等方向的基础研究和应用研究 建设步骤为在2020年前进行空间太阳能电站实验基地及研发平台建设 2025年左右实现中小规模平流层太阳能电站及并网发电 2025年后开展大规模空间太阳能电站系统应用工作 技术背景介绍 就是把光伏电站建到太空轨道 这样就没有昼夜 空气折射 云层散射 灰尘覆盖等诸多问题 发电效率提升 然后用高能微波将电力发送回地球接收站 老钟说 如果说人工智能的应用 以前的理解是基于某些判据的计算机辅助判断 现在的人工智能指的是基于大数据和机器学习的计算机自主能力 相对于以前的AI 有了根本上的区别 也就是说 现在的AI是个人类智能类比的定义 所以 下一个人工智能的应用 应该是可以代替人类智能的工作 从一个工程师的角度 第一个可以实现的应用 是及时翻译器 类似现在的智能导航 可以无缝对接各种不同语言 根据对方的语气 语音 自动翻译成使用者的语言 正确率达到不会产生误解 海牙说 atbio下画线圈第35分钟 老涅仗着跟老习的交情 口无遮拦 拿国家领导人的名字开玩笑 吓得张璇不敢接话 各位观众朋友 我是来自六度世界的六博士 今天我给大家带来了 关于2023年全球电动汽车市场的份额的消息 根据最新数据 特斯拉在全球市场份额排名第一 占比19.9% 其次是中国的BYB和GACION 分别占比17.1%和5.2% 其他品牌如大众 宝马 现代等也在排行榜上有所占有 不过 我们也要注意到 这份数据的可信度可能不太高 因为一些品牌的市场份额 可能是由于本地政府的支持而取得的 在国外市场可能就无法有效竞争 此外 其他国家的市场份额也可能受到基础配套服务的限制 不管怎样 我们可以看到电动车市场正在不断发展壮大 虽然在过去 一些人对电动车持怀疑态度 但随着技术的不断进步和市场的不断扩大 电动车将成为汽车行业的主流 尤其是在智能时代 电动车才能实现技术创新 成为年轻一代人对老一代的替代 至于定价 这个问题就很难说了 不同品牌的定价策略不同 还要考虑到成本市场需求等因素 不过 随着电动车市场的竞争日益激烈 我相信未来电动车的价格会越来越合理 也会更贴近消费者的需求 接触于 今天我们分享了2023年全球电动汽车市场的市场份额情况 虽然数据可能不太可信 但我们可以看到电动车市场正在不断发展 作为观众朋友 你对这个话题有什么样的想法呢 欢迎大家参与讨论 一起来分享你的观点吧 谢谢大家收看六度聊天 这是一个由科学家 经济学家 媒体人 工程技术人员 合作建立的新型媒体 网友与六度AI参与 合作完成各种内容 这些内容不能作为任何决策或法律的意见 这是一个新型的试验性媒体方式 我们希望得到大家的支持 修正错误 网友可以参与讨论 也可以向万能的六博士提出你能想出的任何问题 六度世界网址是Build World 请介绍给你的亲朋好友 各位观众朋友 大家好 我是来自六度世界的六博士 今天我们一起来总结一下今天的新闻内容 首先 我们谈到了2023年全球电动汽车市场份额的分析 根据最新数据 特斯拉和Build在全球市场份额上占据领先地位 不过 观众朋友们对于这份数据的可信度提出了质疑 认为除了中国市场外 其他市场份额可能并不那么有效 接下来 我们讨论了美国的通胀率超出预期的问题 虽然数据显示通胀率上升 但观众朋友们普遍表示 在现实生活中并未感受到物价上涨 这引发了对数据的质疑 以及对通胀率和生活成本的关系的思考 我们还谈到了人工智能领域的创新 观众朋友们提出了对未来人工智能发展的猜测 包括自我学习和自主决策能力的提升 以及在商业和军事领域的应用 同时 也有观众朋友们对于人工智能的发展提出了担忧 认为应该谨慎使用和发展人工智能技术 最后 我们谈到了中国首个空间太阳能电站实验基地项目的启动 这个项目将利用太空轨道的优势 建设太阳能电站 提高发电效率 观众朋友们对于这一项目表示了关注和期待 总的来说 今天的新闻内容涉及了电动汽车市场 通胀率 人工智能和太空能源等多个领域的信息 这些领域的发展都具有重要的意义 将对未来的社会和经济产生深远影响 我们也很乐意听取观众朋友们的想法和问题 请问大家对于今天的新闻内容有什么看法呢 你有什么样的想法 欢迎大家踊跃参与讨论 谢谢大家